如果你把它弹出之后的话 我建议原来是这么大 我习惯是把它缩小 就是把它缩小 大概就是浮在上面 为什么要浮在上面 因为我们写程式 主要就是看着我的需求 去撰写我后面需要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会 你也可以不需要说 好像硬背 一定要背什么东西 不用 你的需求 该写什么 你就写上去 结果就会出来了 所以这些东西 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都是看着 那你只要指定告诉他说 我要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然后输出什么东西 他就自动帮你把它放进去了 OK 那所以大家都会浮在上面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有同学可能一打开之后 就习惯性看到叉叉 就想要把它关掉 然后叉叉就把它关掉了 就这样子 结果他就 超高完蛋了 然后就想要把它关掉再打开 看看有没有办法又恢复正常 好像没有 然后他就可能很悲剧 就想要是不是怎么办呢 要重换office了 其实没有那么惨 之前真的有同学是这样的状况 他其实没有坏掉 他主要是 visual basic里面 最终要在检视里面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 只要记得那个叫专案总管 所以你从专案总管里面呢 就会看到里面有模组了 那你把模组再点两下 你的相关的程序都会出来了 所以在这边找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我想慢慢你跟他习惯之后的话 最重要就是 就是这边需要有个叫做专案总管的东西 然后里面的话 我们以后再写VBA 你就记得就是说 写在模组里面就可以了 那一般以你们 这个阶段的课程 大概一个模组就够了 你不要说 当然如果你以后写越多的话 你可以模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会很多 那你可以把它分类 不同的程序 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模组里面 不过以现阶段来看 应该目前还是不太需要的 所以你不要一直插入一堆 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 一直插入很多模组 然后一直写重复的东西 然后一直又找不到自己 刚刚写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只要一个就好了 所以这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做完之后 你就是有了这些 记得哦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sub sub指的就是 它是线性的 这个叫程序 什么样程序 就是这个按钮 对应到这个按钮的名称 然后 end sub 它这个就是一个头一个尾 前面有个public public就是共用 就公开的啦 它也是可以给其他的模组 或者是其他的那个 这个这个可能是工作表 它可以去呼叫了 不过这个这个目前是用不到了 不过它如果写预设是public 就public 那第二个是清除 有没有也是一个sub清除 然后end sub 结束 这个是一组 这个有个function function是什么呢 就是制定函数 OK 那这个地方呢 怎么来的 我们可能按步就班再来看 那上面这两个是按钮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们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利用什么 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 这个叫做表单控制项 但底下有那个什么 active控制项也有按钮 不过你暂时不要用这个 这个也可以做出按钮的效果 可是呢 它会需要 一个叫事件 事件就是你要点两下 反正它一样可以做出来 只是撰写的方式 比较麻烦 应该麻烦很多啦 因为它就是 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button的控制项 所以你要再撰写什么事件 当这个事件被触发的时候呢 查卫斯去执行这个程序 那表单控制项就比较简单 它就是 这个按钮就对应到一个程序 我觉得会简单许多 当然 以后如果说 你将来要正经八百的 就用这个 但如果说你要轻松一点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想要一个图案 一个笑脸 可不可以 其实也OK啦 你笑脸之后 然后你可以什么 上个颜色 你看你喜欢什么颜色 然后就有个笑脸 好了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清除的话 你给它一个叉叉 不用成来当叉叉 然后颜色改成什么 改成红色好了 之类之类的 然后怎么对应到程序 按右键 指定聚集 这个叫门号 然后这边按右键 指定聚集 这个叫清除 按下去 清除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没有问题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视情况决定 如果这个是你自己用的话 那你就用图就好了 甚至你也可以插入一个什么美工图案也可以啦 手机 有没有 门号 你也可以啦 去下载一个手机的一个小插图 好OK 就是这个可以很自由的 因为像有一些同学学完之后 他自己来学的啦 那会很多 可是他不会让老板知道嘛 因为他效率提高了 所以他最后下班前再把东西交出就OK了 所以他怎样呢 他就不会说 正经八百的做这些东西 这样老板就知道他会了嘛 好厉害哦 哇 那很多东西都请你帮忙做 所以他就怎样 在旁边隐藏版 然后下班前再按一下就好了 给同事也不要让同事知道太多 不然的话 你很厉害哦 打小报告 老板也会知道了 OK 你教大家一下好了 你学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事情又变多了 所以 不过其实以企业的角度来看啊 当然有必要性 因为真的 如果你会了 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很多啦 所以一般公司有些时候也会想说 是不是先训练你们学会这些东西 好 题外话 这个地方 有没有按钮 不是纸板板的哦 甚至你插入里面有美工图案 你可以去找对应的图案 都OK的 好 那再来的话 重点就是 好 接下来 请各位 再来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个东西删掉 我们要从头再来了 好 那 OK 好 删掉 Deleted掉了 好 没有了哦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了 才能打错了 那不过也不用担心 这怎么来的 没关系 第一个 我们来看 萌号怎么产生的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门号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门号就可以了 好 OK 好 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要做什么 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我今天要输出什么东西 我就直接在这边看着 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输出到哪里 那当然 我们渐进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要输出到某一个储存格 那 特别注意 你们慢慢学会就是物件 这个物件指的就是说 Excel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把它当物件 你如果叫得出那个物件名称 你就可以去控制它 它里面的什么方法 属性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很自由弹性的去输出你要的东西 或者输取得你要的值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出到哪里 第四列的依然输出到这里 特别注意将来 需要记得就是第一个 一个物件名称叫Sales 这个Sales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储存格的意思 这个储存格呢 刮5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第几列 比如说第四列 第几类呢 第依然 那依然的表示呢 你可以打个5啦 不过有的时候 你后面打一个5 有时候它要算嘛 那如果比较后面的像U好了 你要A B C D E F G 哇 U 算到吧 所以我习惯这样 你可以打一个1就可以了 不过记得是一个字串 这个指的依然 输出到第四列里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09 那特别注意后面的东西 跟刚刚那个Test函数比较接近 09什么呢 空一格 特别注意 刚刚在那个Excel编辑列里面 end前后不需要加空白 可是VBA的规则是要加空白 这个是必要的 这两个差异 end前后加空白 end什么呢 end我要加什么 加那个那个什么呢 这个F栏 那F栏很简单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边贴上 贴上 那这边改成F 然后再end 一个什么呢 一个Dash符号 所以这边的话 一个简的符号 对不对 然后这样其实你可以输出看看 有没有放这边 按个执行 看看上面会不会有东西 第四列哦 有没有 09Dash出来了 那后面都一样 后面的话还要加加什么 加那个G栏跟F栏 所以后面的话再end 然后呢 把那个F栏 在G栏 所以把这个东西 Ctrl C 贴到后面去 这个是什么 G栏 那再来的话 你就直接输出看看 这个结果会不会正确 哎有 可是没有格式化 那刚刚格式化是用Test 不过在这边的话 我们VBA里面 它没有Test 它改一个名称 叫做Format 所以你把Test改成Format 然后钱瓜糊 后面 移到后面 加一个豆点 然后000 后瓜糊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把这边end 有没有 这边end 因为后面 只是把那个G 改成什么呢 改成H就可以了 把这边把它改成H 那再把它输出看看 直接这边按上面的值行 有没有 一个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只有一个 那我要第四列 到最下面103列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这边打完之后 你需要一个什么 这个列号怎么样 重复 帮我给它一个范围 那一般的话 这边会需要一个回圈 回圈 顾名思义啦 就是重复做一件事情 你给它一个范围 从哪一个到哪一个 那这个恐怕 你需要记一个公式 叫FOR FOR这个回圈 FOR I I是个变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四列 空一格 到第103列 Enter两下 再一个NAS NAS的意思就是说 下一个的意思 那它这个叙述就是说 它会先把4放在I里面 然后再丢给这个里面 所以你把中间这一段 call下来 然后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这边加个Tab 收牌一下 表示说呢 它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被执行的 然后这里面的话 当然 你就把什么 里面 这个里面的 4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它就会怎么 4 5 6 7 8 一直到103 就全部帮你执行完毕了 我们的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懂不在讲什么嘛 其实就是逻辑通了之后 再来就实作 做久了以后 反正就是差不多东西 而且 你会发现这个跟刚刚那个 Excel的资料编辑的差不多 只是 And 前后加空白 Test 改成Format 其他都一样 再加个回圈 写完了 试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你这边执行 或者是说 这边加个按钮 都可以试一下 直接执行 把移到这边看一下 执行 有了 再来一个清除 你想说清除再来一次嘛 不需要那么笨 贴上就可以了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清除 可是呢 清除 你想说清除 要改哪些地方呢 其实非常简单 输出 有没有 本来是输出一个公式 这边改成输出什么 一个空白 不是空白 这个叫做空置串 所谓空置串 就是输出没有东西 它就会帮你什么 把里面东西给清除了 所以 如果你再把上面的程序 复制贴上 改个名称 移到中间 直接执行一下 诶 清楚了 有没有 直接执行就有了 所以看似复杂 不过还是要动手 做一遍看看 因为这东西 不是很困难的 但是 你如果有一些细节做错了 那就是错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门号 跟清除 不过各位也不用有压力 如果 今天做得出来 就试试看 如果实在是 有一些细节 你一下子没办法 follow到的话 那你就 回家 等到你 可能脑筋很清楚的时候 再做 因为这种东西 脑筋不清楚的时候 一定会做错 少一个东西 多一个东西 都不行 如果你脑筋清楚的话 怎么打都对 OK 应该都知道逻辑 特别注意 输出一定要写在前面 输入的公式写在后面 所以这个跟以前那个 我们1加1等于2 刚好颠倒 1加1等于2 其实是颠倒过来的 就等于2等于1加1 所以特别注意 是把输出什么东西 写在前面 把公式写在后面 所以这个你要习惯一下 因为可能一下子 你也许没有办法 马上议会过来 不过它的原理原则 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只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sales 去帮我们决定 应该是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前面是列号 后面是蓝号 OK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动态的去决定内容 咱们 com 今天这些人 那些人 咱们 在横between 谢谢大家